财经三网红 你听过吗 罚你一遍 出败教主 自由人 震鸟 大家好 我是自由人 欢迎收看盘后三分钟 好难演 好了 今天就如同自由人所说的 二元交易 其实是个很简单的交易 我进超盘是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做多 做多要么就是停损 要么就是停力 那如同自由人所说 今天为什么进场做多 在我的盘中三分钟里面有提到 那有买自由人这套软体的人 就可以在我的这个画面 我们这个软体的上方 可以看到今天自由人在盘中的解说 那今天我是一开盘就做多 因为它符合我的交易逻辑 我必须要这样做 好了废话不多说 直接来看软体部分 今天是四月合约的开仓价 所以各位一定要记得 今天的开仓价在哪里 两万零四八 所以自由人就是买两万零四八 这里 停损多少呢 停损一百点 所以呢 很多人一定是开超高盘的时候 不敢追 这个不敢追的状况下 它的量反而没有出来 所以这个一定有高点 所以自由人是选择留仓 那我们来看盘面 今天贡献点数最多的一样是 大哥台积电 光它就两百点了 再来是台达电16点 鸿海16点 那今天的量是4800亿 所以这个量控的很好 所以未来还会有高点 这30分K 这个就不多说了 它在20MA之上 我们看分K 分K的内容就比较恐怖 它在找盘的时候 是不断的 不断的骗 不断的吃单 这里 上上下下 所以10点之后 这里发动 是用台积电发动的 然后接着鸿海 这两支 一哥 跟三哥 就拉得很凶 所以自由人才说 这个软体对我非常好用 一目了然 在重要的关键点位 只要拉台积电 就是对的 因为拉台积电 拉完之后 再拉其他的重型骨 比如说鸿海 甚至是 今天拉的最凶的 应该是这个 我们看 台达电 这些都是全脂股 所以今天 开高走高 是你从盘面 就知道这个盘 是往上走的 各位看一下这个日K 才刚突破而已 突破横盘区 所以 未来还有高点 那高点在哪里呢 阿姿 问号 问号 反正 就顺着走就对了 好了 今天的盘后 分享就到这边 那么我们就明年见 拜拜 拜拜